哈喽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3月1日,贾乃亮宣布回归独自生活的状态后 参加的首个真人秀播出 在节目中,他成了王源、金汉和杨超越等人的大哥 虽然在社交平台上宣布已经独自生活很久了 但贾乃亮的卧室一点都不像单身汉的乱 干净而整洁 通过整个房间的学貌可以看出 他的房间是比较简洁的风格 并且物品都摆放整齐看上去赏心悦目 但在此次的真人秀中,贾乃亮却有了点变化 在出发前,他主动担当起了大哥的角色 担心王源和其他队友考虑不周忘记带药 他细心的带齐药物承包下全队的健康 之后在完成任务时 他细心指导和帮助王源干活 并且和其他队友一起完成粗重的农活 相比于之前参加综艺时的只顾完成任务 他这次和王源的相处也展示了自己的成熟稳重 贾乃亮的单身生活静静有条 从2018年他和李小璐出现感情波之后 相比于之前在综艺中搞笑的形象 如今的他更多地展现出了自己的沉稳 而对比之前的种种表现 这次他的转变和成长也确实较为明显